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考虑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 由于担心武器会落入反西方的反叛分子手中 美国过去一直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 白宫高级官员说 奥巴马总统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但是已经要求国家安全团队 找到美国加强协助叙利亚反对派的方式 到目前为止 美国提供的协助只限于非致命性支持 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海登 星期二晚些时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国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 正沿着向上的轨迹增长 但是官员们说 美国仍在努力探讨 以政治方式解决已经持续了两年多的叙利亚危机的方式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说 在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领导的政府 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之前 他需要更多有关叙利亚政府 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